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次的备网开讲 而我们这一次的资安大小事的系列 我们要来探讨有关于GAMI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想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特别你有使用GAMI本身的GPS 或者是使用GAMI的一些穿戴装置 那你可能在这段时间 大概是7月23号开始 你就发现说 他们家的一个相关的服务好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那当然我们这次要讨论的 不是说针对说 GAMI当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可以建议它使用什么样的一个 资讯安全解决方案来去做一个补强的动作 而是我们这次要来探讨的是说 当一个企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 它有可能所造成的一些损失 还有一些成本的这些问题 我想这类的议题应该比较少人会去探讨 那我们希望说这次借由这样的一个事件 来跟各位讨论就是有关于GAMI这次所发生的一个状况部分 那当然一开始我想不外乎 我还是得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有关于在这一次GAMI事件当中 他们所遭遇到的一些状况 那也根据我们去进行的一些资讯收集后 我们发现到 其实GAMI这次发生的事件的时间点是在7月23号 所以从7月23号开始陆续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你使用GAMI的产品 例如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你是用GPS导航 甚至于所谓的一个穿戴式装置等等的 你会发现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更新 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正常连线的一个动作 我讲的连线是指连回到GAMI本身的一个主要的伺服器的服务的部分 那除了此之外 今天我们刚前面提到的是 这是它对外提供服务所遭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 GAMI本身的生产线也听说遭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今天可能在生产线上正在生产的这些 不管是穿戴式装置或者是GPS 甚至于导航等装置 他们已经可能透过预定的交期 要提交给他的下游厂商 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就会造成一个delay的部分 OK 那从这一开始介绍这个事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当一个企业 他遭受到勒索软体的一个攻击跟危害之后 他其实从这一刻开始 你的企业的损失成本 都已经开始在进行增加当中 OK 那当然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一起去收集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是有关于这一次的一个 骇客集团的部分 OK 它是一个俄罗斯的骇客集团 叫Evo Group 而这个Evo Group 他们呢 去透过一个叫做Wanted的一个Locker 的这个勒索软体 来去针对这样的一个Gami 这样针对一个企业 来去进行所谓的一个攻击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得知的讯息是 目前得知的讯息是 今天这个Evo Group 他们所跟Gami要求的赎金 大概是1000万美金 折合台币大概是3亿 大概3亿 等同于你可以中了一次威力财的一个 偷奖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所勒索的金额相当的高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到 今天呢 这些勒索软体 它要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你就是可以去来付一个赎金的一个部分 透过附赎金 透过附赎金 它就可以帮你把这样的一个档案 去进行一个解密的动作 OK 这是勒索软体 它们所希望造成出来的一个效果部分 那当然呢 在这一次的部分呢 我们也特别来简单介绍一下 Wanted Locker 这样的一个勒索软体的部分 而这个勒索软体呢 它希望透过 透过一个所谓的一个网站 也就是说 今天呢 它会利用呢 利用一些合法的网站 它会在里面去放入 所谓的相关的一些二亿程式码的一个部分 而大部分的使用者 对于这样的一个网站 他们可能觉得说 这个网站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他们会去进行浏览 而在进行浏览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一个 JavaScript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机制呢 甚至于呢 它还会去尾茂成 尾茂成 所谓的软体更新工具的一个方式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将这个 这个所谓的Wanted Locker 植入在你的电脑里面 这个部分 那重点是 重点是 当这个二亿软体植入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他这一次利用的手法很特别 就是 他会使用Windows本身的许多合法的工具 合法的哦 而来执行这一个 那个Wanted Locker的一个部分 例如说 第一个他会使用所谓的PowerShoe 来去下载它的一个启动器的一个部分 甚至于他还会使用 Windows本身内建的软体授权工具哦 这个授权的工具 它的一个执行打名称是叫 slui.exe的一个方式 来去进行权限的提升 来去进行权限的提升 甚至于他会利用pxeq.exe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去进行瘫痪你的Defender 瘫痪微软本身Defender哦 然后直接马上去将你的Wanted Locker 去做一个所谓的执行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这样的一个勒索软体的一个部分呢 他们都已经开始会利用许多的一个合法的一个 像是作业系统本身的一些合法的工具 来让你让使用者觉得乍看之下呢 这一支二一程式马 它本身在做的事情是正规的 它是合法的 可是呢实际上呢 它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进行 时候往往使用者可能他自己本身也不会太在意 所以过了一小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你的电脑整个相关的档案就是被加密 OK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也得知到说 应该Gami的这个状况 有可能是他们内部员工的使用者 他去浏览了某一些网站 那根据这些资料所提报回来是 目前来讲呢 俄罗斯的这个骇客集团 他们有去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150个网站里面 他们都用这样的一个手法 来去等待这些使用者 他们自行上钩的一个部分 OK 这是目前汪迪拉克所得到的这些讯息 如果之后我们有拿到更详细的整个 它的一些 应该说它的整个流程的一个部分呢 我会在另外拍一个资产大小事来告诉各位 有关于汪迪拉克他们本身的一些 运作机制的一个部分 OK 好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呢 其实今天这个勒索软体 他们所希望带来的 那个后面的这些效益的目的是 他们就是想要受害的这些企业 能够负赎金 来把这些档案赎回 并且正常使用 OK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目的 大多数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部分 可是呢 往往呢 你会发现到 其实当你会中到勒索软体的时候 其实不代表你的 目前当下相对应的一些资讯安全的机制 它不是没有作用 而是呢 这些勒索软体 这些勒索病毒 他们本身的开发的技术速度非常的快 快到让这些资讯安全厂商往往都会来不及反应 甚至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做出反应的时候 其实你的企业已经遭受到离线的部分 好 那就像我刚刚最前面提到的是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探讨的是 不是来去探讨说 我到底要去使用什么样的资讯安全解决方案 来达到出最好的反应效应 往往勒索软体已经发生在你的企业体里面的时候 它就是已经发生了 要你就是附属精 把你的那些重要档案能够拿到精药去帮它做一个还原的动作 又或者是企业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将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恢复到你当下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一旦你的企业感染了勒索软体之后 你的企业不管是在无形的还是有形的成本的当中 其实它是一直不断在付出的 OK 例如当下如果就如同GAMI 的情况一样 基本上客户跟GAMI 购买的产品 或者是我透过其他的partner去购买了GAMI 的产品之后 而这些产品本身它是可以联网 而透过网路我可以做到所谓的更新 例如像是导航 今天我需要最新的地图 我想要去哪里游玩 那我就可以透过GAMI 的服务 来将这样的一些资讯更新到我的导航机上面来 可是一旦这个服务一旦停掉了之后 相对对于使用者而言 它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进行更新的一个部分 所以一旦这个企业你有对外提供的服务 甚至于提供的服务 是属于要做即时性的收费时 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开始迈入第一步的营业损失的一个部分 我们讲的更直接一点 撇开GAMI 不谈 如果今天是一家online game的公司 而online game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在玩所谓的手游 你会发现现在的手游真的太方便 方便到今天我要在上面玩个游戏 我要去买它的虚拟宝物的时候 其实我只要透过 本身手机的一些付费机制的认证 我当下就可以完成购买的手续 所以你会发现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即时的 可是如果当下这个情况 你的企业他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时候 有可能所造成的就是 这些使用者他可能马上就会去拒绝 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 而企业本来主要的营收 靠的是这方面时 你会发现这些营收 瞬间当下都是不见的一个情形 OK 好,那除此之外是 今天我这个服务在提供的时候 我会有多少的dumb time的时间 这个是完全取决于一个企业在进行 系统灾难复原的一个状况的部分 有些人今天他所对外提供的服务的主机 或者是伺服器等 如果遭受到勒索软体攻击的时候 也许他们希望他们当探时间 可以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 就能够尽快的复原时 他们一定有相当好的一个复原机制 可是在复原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间点还是dumb time 他还是会在这个时间点 在dumb time的时间当中 你所造成的还是就是损失 OK 而这次Gami 他所产生出来 应该说他的dumb time的时间 其实还蛮长的 根据我今天最后的了解 他们从7月23号一直到7月31号 其实他们的服务并没有完全恢复 那试想一下 如果今天我是在线上可以购买Gami的装置的 或者是设备的时候 而这个时间点 我完全没有办法在线上进行任何的交易买卖的时候 无形对企业来说 他就是损失了许多的一些营业收入 所以这个dumb time的时间拉得越长 对企业来讲 他所造成的损失一定会是越大的一个部分的情形 OK 另外今天我要从我的伺服器开始shutdown 一直到复原的这段时间之内 他要花费多少的时间 以及多少的成本 下去让他做复原 例如我们可能有一个host standby的主机 他马上就可以衔接了 所以这个host standby的一个主机的部分 他可能所花费的成本 其实都已经建置在这样一个主机平台上面 可是呢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只想说 我只是想要把资料复原 可是资料复原 他并不是属于即时性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资料复原 有可能他还是有一段的时间的差距 而这段时间的差距 他要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呢 所以呢 在进行复原的时候 企业到底愿意花多少的成本 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程序 而你所花费的成本 会影响到 你之前 应该说 你这段时间 所造成的营业损失 当然有可能 你可以花少少的成本 就让你的机器 马上就可以恢复到 正常营运的时候呢 相对的 你的营业损失 就会变得比较小 可是呢 有的人 他可能花费了很多营运 那个复原成本 而对企业来讲呢 他这段的时间 还是得要做一个承受的一部分 我再举个例子 其实在台湾的五月份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应该知道 台湾的一些基础建设的单位 也包括了一些建筑的公司 都是上市柜的 甚至做石化的公司 都遭受到勒索软体的一个攻击的部分 你看中油 中油他们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的单位 他所花费的这些复原成本 我相信不算小 也不算小 因为他的某一些服务的 down time 的时间 算非常长 所以呢 反而就会造成了 企业他本身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呢 的一些状况的发生 甚至于 甚至于有一些建筑公司 台湾非常有名的上市建筑公司 他们不惜花费更多的能力成本 让负责IT的MIS人员 星期六日来公司加班 甚至于呢 他还花费另外的一个厂商的服务费用 来请厂商协助 他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六日 把他们所有遭受到感染的主机 重新去做一个建制 也就是 这些资料我也不要 整个作业系统我也不要 因为我不知道 我在复原回来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他还潜藏在里面 如果有 有可能我这段复原的时间 根本就是不错 因为一旦做完之后 我马上又遭受到同样的问题 OK 所以你会发现 企业很多在这段时间之内 他们愿意所付出的一些成本 其实都是相当大的一个状况 最后最后 是企业本身的信誉问题 今天就如同我前面有举一个例子 Online Game 大家都知道手游相当多 可是呢 相对之下呢 如果现在这一个游戏的厂商 他发生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我当下我就把关机删掉 我就去换另外一个游戏 今天我在线上 我今天如果可以透过线上的 买卖交易的方式 去购买GAMI的一个导航机 可是呢 当下这段时间 GAMI没有办法接受线上 所有的买卖金流等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我是消费者 也许当下我会投入到 另外一个 他的敌对厂商的阵源的怀抱 因为我觉得 对不起我想要买 可是我真的买不到啊 那买不到的情况之下呢 我只好跑去买其他的产品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企业本身的信誉 跟他本身的一个 那个所谓的这种品牌的一个损失 他这种无形的影响 无形的成本 其实从那一开始 服务已经当了一个状况之下 他就已经开始在产生了 OK 所以呢 我希望透过这个事件 能让大家了解到 勒索软体不是说 今天我中了 好 了不起我资料不要 错 其实资料是有价的 资料绝对是有价 还有今天你被勒索的主机 它本身有没有对外提供服务 如果有 它除了有价之外 它本身还提供了企业的营业层 营业的一个收入来源 所以一旦这些机器 dontime的时候 也就是代表企业的损失 从这一秒钟 就会开始去做所谓的一个计算 dontime时间越久 损失就是越多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我相信目前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很夯的是勒索软体 也许在过一段时间 可能某一些hiker集团 又想出了另外一个新的攻击手法 或者一些新的一些二义程式码的部分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勒索软体 还是未来新型态的二义程式码 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的一个发生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次 针对钢尼事件 来探讨有关于一些无形的损失的一个部分 那不晓得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内容 有没有任何的想法跟建议 OK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跟建议 你可以到我们的背影网站的Facebook 在我们的粉丝团里面 来帮我们做个留言 甚至于你可以在我们这个YouTube影片上面 帮我们做一个留言 OK 如果你对于今天所介绍的内容 对你是有帮助 或是说你想来跟我们讨论的 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留言上面 帮我们按的赞 以上就是 等次的背网开讲 谢谢各位